玉里镇忠诚国小今天举行的60周年校庆运动大会 各年级同学也以包括了交通安全、烟害防治等议题来当作是进场表演 从道具、宣传口号到舞蹈动作精心设计又到位 透过镜头来看看 玉里镇忠诚国小创校60周年校庆运动大会 在各年级的创意进场表演中热闹展开 各年级已包括了交通安全、烟害防治或者健康生活好习惯等各式主题八项 编排创造独具特色的教育宣导 各年级从道具、宣传口号到舞蹈动作 精心设计又到位博得全场如雷掌声来肯定 啊,不要赶我走 我最喜欢牙齿上的糖果了 好好吃哦 再下一次 各年级仿佛成了各项真令宣导的代言人 家长们就如铁粉般争相拍照揭露 不遑多让的家长委员会 则在歌载舞与学童孩子们同庆学校的六十大寿 欢庆创校六十周年的中成国小 除了学校师生以及家长 有许多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的校友们 也热情参加了这一场盛会 县长许正卫也专程到场亲和祝福 为了庆祝并且记录中成国小 创校六十年 从昨晚的音乐学习成果发表会 校友回娘家时光怀旧教室 到今天的杰出校友表扬以及运动大会 校庆系列活动办得有声有色尽善尽美 校长李东泰万分感谢师生家长 以及各界的鼎力协助 这几年我们盖了中央厨房 我们班班都有冷气 那我们的每一个班级的教室 都有智慧的一个黑白板的一些教学的设施跟设备 都不断的一个充实 那非常感谢像妈妈一样的现场 我们的妈妈现场对我们每一个孩子的一个照顾 走过一甲子岁月的中成国小 今天邀请社区一起参加校庆运动大会 也特别展示历届校友毕业相片展 以及学生上课成果展 大家热闹欢庆学校60岁生日 记得是玉兰玉璃镇采访报导 只是方一号 今天算是玉兰玉境的这是玉兰玉idade用河